星海淳導演全新電影《靈牙之旅》 現在正在全世界各地上映中 而星海淳團隊近期也造訪許多國家宣傳電影 其中前往中國宣傳的力道非常大 除了光是推特就發了超過30篇推文以外 3月16號時發了張在北京招待的豪華晚餐 還驚訝桌面居然會自動旋轉 但是同一天的下一篇推文卻發了韓國同事吃的泡麵罩 文中還寫著各有各的美味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導演要做這種超級明顯在影戰的舉動啦 不過確實引起了許多韓國網友的不滿 除此之外 《靈牙之旅》在中國上映後三天內就突破65億日比的好票房 星海淳特地在社群上發出帶有親筆簽名的謝謝你中國圖 不過有不少中國粉絲直接在文章下面PO出倒拍電影畫面的照片 以此來表示自己有到電影院支持 甚至還有人說 台詞寫得真好還好我有拍下來啊 我本來以為這是常識 但再次跟大家呼籲拍攝電影畫面是違法的啊 千萬不要以身釋法耶